908 街頭大人物2012 有我 葉德閒 好了 早安 今天是最後一天 是和Dinnie姐在這裡聊天 其實我不捨得 因為在她身上 學到很多東西 和聽到很多東西 因為聽君一直說 就是性讀賣面書 拋書包包 Dinnie在這裡說 讀書重要 今天我們聊一下 Dinnie姐對於人生的看法 你覺得自己是一個怎樣的女人 我想我其實 一個比較喜歡獨立的人 喜歡自己有很多時間 為什麼我喜歡很多時間 因為覺得自己有很多不足 是需要時間去補救的 所以變成有很多時候 都是不會出去 也都不會應酬 甚至如果朋友 能夠談得來的就談 不談得來的我都會避免的 因為我覺得浪費我的時間 那是否一個很現實的人 我覺得我也是 如果在這個人的身上 我覺得他在浪費我的時間 而我學不到東西的話 那我就會放棄的 我會放棄這個人的 我自己喜歡獨立 我自己喜歡 希望自己可以自食其力 我希望可以靠人 那一點跟桶仔好像很相似 是啊 桶仔是這樣的 桶仔更厲害 因為他懂得做意大利麵 我不會 不是啊 還有那個豬尼 牛尼 牛尼真的不懂得炆 但是那個是你跟著煮的 有人教你 有人教 有人教 當我做的時候 導演說 你也是剝一件衣服 你也是剝一件衣服 你告訴我 你想說怎樣 是 擦乾淨的牛尼 然後就放進鍋裡 然後就說 是啊 太貴,你不太好 那你平時在家裡 有沒有煮的 自己會不會喜歡煮的 我其實自從吃了素之後 就更加了 就更加了 就更加是什麼呢 就吃點東西很簡單的 例如 譬如說 Carrot 那我買些Carrot回來 煮了它 blend了它 就變成像Creamy 的Carrot Soup 那就是Carrot Soup with a piece of bread 跟一塊麵包 那我就一餐了 所以是很簡單 很簡單的 就是出去跟壞朋友 吃點炒河粉 吃肉的朋友 吃點炒河粉 OK 那就是 平時我喜歡 我喜歡早睡早起的 是 但是你工作也沒有辦法早睡 工作的時候就是這樣 但不工作的時候 我喜歡早睡早起的 我喜歡大概四點就起床了 去梳洗 各樣東西 大概四點四十五分 就出門口 我喜歡去郊外 有個地方叫大潭水堂 在香港 那裡的地方很清新的 有個空氣 因為它有水 又有樹木 那我就一路走過山 大概來回都要兩個多小時 當上了山再下來的時候 剛剛看到日出 很漂亮的 如果一夜晚刻 就可以看到星 因為我們冬天的時候 五點鐘 五點鐘 還在天黑 可以看到星 很漂亮的 很漂亮 所以Dili呢 除了一些大自然的活動 那你自己其他時間 沒有工作的時候 會做什麼 我沒有工作的時間 其實我都挺忙 比如說你走完山 或者我會去吃一下早餐 吃一下粥 然後回家又要梳洗 然後就會休息一陣子 差不多午飯的時候 就吃午飯了 那下午呢 就是做自己要想做的事情 例如看書 看DVD 那樣 或者是約人 那樣 那我晚上要早上床 幾幾天早上床 我差不多八點多就上床 因為我四點鐘起床 但是一份就睡得著 哦是呀 我是豬來的嘛 哈哈哈哈 我是豬來的嘛 所以沒有什麼時間 我吃晚飯的時間 都是六點鐘左右 有小朋友的時候 都是六點鐘吃飯 一直保持到現在 都是六點鐘 所以六點鐘開啟的時候 你就很生氣了 可以讓我吃了飯嗎 不是 我自己吃 我自己吃 我喜歡習慣是六點鐘吃飯 十二點鐘吃午飯 十二點鐘吃午飯 十二點鐘至一點吃午飯 不過這陣子就軟了 因為宣傳 軟了 不要緊 做完我就重新來過 OK 那能否享受現在這樣的生活 這個部分 現在這樣的生活狀況 或者情況 是你覺得很享受 我喜歡 很喜歡 很喜歡 我覺得是福氣 是啊 不是每個人可以做他們這件事 就算他們有能力做這件事 他們不會做 他不知道 或者是放不下很多東西 當然不 大自然的東西 是不用錢的 是天給我們的 只要你肯早點起床 你就得益 我那陣子走大潭水堂的時候 我的聲音都比較好 自從日本這個大地震之後 海事之後 我知道別人缺水 缺電油 我就告訴自己 不要用那麼多電油了 不應該了 不要用那麼多電油 就將不去大潭 就改行另外一個地方 Avenue of the Star 在九龍 這樣 內匯都是一個多小時 這樣 我的聲音都沒有那麼多 哈哈 我的聲音都沒有那麼多 那些事情 你做這些事情 都是自己一個人做的 如果有朋友參加更好 因為如果有朋友參加 現在我就告訴自己 如果有四個人參加 就可以用車去大潭水堂 不然的話就不好了 因為浪費油 環保 那會不會有事 想有個伴 即是怎樣 我也很少有伴 很少的 很少人好像我 我喜歡這樣 很少的 人家說 四點鐘 我好像剛剛睡 對 這樣 這樣 OK 愛情和婚姻 在你的生命當中 是扮演著什麼角色 不單是愛情或是婚姻 一個朋友 一個交往 如果是不適合的話 我就放棄了 我不覺得應該糾纏 我不覺得是的 尤其是現在的科學 一個人為何會有愛情的產生 大家上網查一下就知道了 其實是身體上的一些法學在路 我不是說沒有愛 不是沒有愛 是有的 例如說 你看見一個弟弟 為何會這麼喜歡他 這些就是愛 這些就是愛力的 怎樣去解釋 不知道 但是男女之間的愛 是有其他身體的法學作用的 自己身體裏面 那如果一個朋友 不能夠自同道合 就沒有教 謝謝 就是nice to meet you and then bye 對 就是這樣 對我來說 我喜歡現在這樣 我很喜歡你 那之前呢 你之前 年輕的時候 一直談戀愛 然後經歷了婚姻 那對你現在的生活 有沒有一些 他們會影響了某些事情 嗯 我覺得他們沒有影響 我不知道我沒有影響他們 我就不知道我沒有影響他們 我就沒有影響 去討好一個人 我覺得 我不是很好吃 所以你覺得一段感情裡面 是喜歡討好嗎 我覺得大多數的人 都會喜歡討好他 就是 例如我很討厭一些什麼事 我很討厭一些 一些說話 就是 甚至現在的廣告都會有的 嗯 嗯 你男朋友不買鑽石戒指給你的嗎 我爭到這些不得了 什麼事幹啊 做男人的做什麼 無緣無故買鑽石給你 為什麼事啊 他犯了什麼罪啊 要他買鑽石給你 你要不要買鑽石給他 笑嗎 我覺得公道一點 做人要公道一點 不是這樣 不是教人去貪男的 你貪男可以對你自己 對你自己可以貪男 你可以對你自己 我想漂亮一點 那你做多些練習 我想自己談吐好一點 讀多些書 就是這麼簡單 為什麼貪別人買鑽石給你呢 我覺得這個非常之不好 這個態度非常之不好 不應該的 所以我覺得 這樣去討好 那些男人又傻了 但是那些男人可能覺得我這樣才餵完 我買得了鑽石 那你不如拿鑽石的錢去捐給別人 那他就說你蠢啊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因為我自己來說 譬如我有一些 有些 歌迷或者影迷 已經這麼多年成為朋友 以前他買東西送給我 我真的罵他 我真的罵他 大家都打工仔 賺錢很辛苦的 如果你們有多餘的錢 捐去紅十字會 因為真的有很多人很需要的 我們很好的了 我們真的很好 我們吃飯也有吃剩飯 人家真的想吃粒飯也沒有 大哥 那我們有男女要肚子 那兒子呢 兒子是法治自然的 和愛的 和做父母大多數都是男的 他們是不知道兒子是對的 甚至他們不對 會為他找藉口 所以弟弟是要找人教的 要找一個 其中一個人 智者教 真的要找一個智者教 所以姊姊的弟弟是否 自小又找其他人教他們 還是自己教 我是自己教的 我說很幸運有一個智者 他們也不幸運 有個這麼蠢的媽媽 媽又沒有智者朋友 他們要自生自滅 好 那目前來說 你人生中最大的收穫是嗎 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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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事業方面是這次 在我自己生命裏面 就是說 我經過有對我好的人 我很感恩 對我不好的人 我也多謝他 教教我一條課 一條課 一條課就是不要學他 是的 對我來說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那你的人生其實是追求的是什麼 我追求的是自由 和平等 所以你覺得你能達到命嗎 差不多 差不多 對 所以現在的生活 真的是一個很自由 對 很享受 對 很開心 我們都感覺到 原來 我可以做土姐 這個戲 比較欲露人緣 你會露這件事 怎樣 露是一定會的 死都是 有些人死得早 有些人死得遲 但是 我自己認為 我自己 如果不能夠處理我的衛生問題的時候 我希望我可以是安樂死的 因為我覺得 我沒有尊嚴的活下去 是沒有用的 不是Quality Life 對我 我說的是我 我是希望可以安樂死的 還有一個很出名的 Philosopher 他說過的 就是 人不可以選擇他的出生年份和地點 但是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權 你對於末日有什麼看法 很多人都說 2012 12月21日 有什麼平落可以做 你對於這件事 我不相信末日 我不相信 但是你說地球是否會越來越 所以 如果我們繼續這樣 我們會 我們會 所以 如果不想自己成為一個幫兇 就更穩定 做得更好 對 更穩定 做得更好 仿效感 就是 我能夠面對兩位 這麼 美麵 那 希望你們不會再吃些不好的食物 多吃一些菜 跟年輕人聊天多數他們會有很大的壓力 不過我看到他們很自然 原來是高手 我是有很大的壓力 看不到 我剛才說我是年輕人 我是我是 變成是一個很好的訪問和感情 而且我不是可以這麼多機會坦誠去告訴別人我的身世 如果我有一些八年龜佬這一段是對的 這些片可以播出來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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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